天地神兽金刚 天神金刚静如风 敌手金刚向前冲 天神敌手同时协力 维护和平却不放手 宇宙的瞳孔 不变的承诺 天之心这地之守护 就是我们神兽金刚 万世的期望 甘固的誓言 天之心这地之守护 天神敌手伸手警告 是 金火灵战斗 银天虎战斗 黄凤网战斗 绿穴舞战斗 圣诗王战斗 神州熊战斗 血灵羊战斗 福伯牛战斗 施出权力的拼搏 拥挤全身的鲜血 失败所有的黑暗 天神敌手 神州熊战斗 向前冲 天神金刚 静如风 敌手 金刚 向前冲 寒威地球 就是我们 天神 敌 兽 神兽金刚 猛马像金刚 在天神 地兽水晶石的感应下 慢慢苏醒 叶辉和圣僧 从猛马像金刚的 逃生舱内 缓缓走出 给天神地兽 各成员 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天神战队 全体成员 终于团聚 这时 强大的 吃油机械兽 前来攻击 天神基地 天神基地 再次陷入 危机之中 这吃油机械兽 攻击力太强大了 吃油 不是远古时代的 战争之神吗 怎么会出现在现代呢 这 难道是 咒鸣帝 把吃油 变成机械兽了 吃油怎么会和 咒鸣帝 联手攻击我们呢 圣僧 吃油很厉害吗 吃油曾与皇帝 大战数百回合 战斗力不可小视 现在又变成 机械兽 恐怕不好对付 圣僧 吃油让你说的 无坚不摧似的 这 绝对是一场恶战 黑暗势力 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呢 这可不是普通的机械兽 而是拥有 吃油原神的机械兽 圣三说得对 你们可不能轻敌 嘿 别敬仗别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天神地兽 无敌金刚 吃油机械兽再强 只要我们九个团结在一起 邪定不能上仗 是 叶辉 你才伤愈不久 应该多调养 叶辉 周老师说得对 你暂时先休息一下 为什么 我的伤早就好了 这和你的伤势没关系 而是 而是什么 叶辉 还是服从周老师和圣三的安排吧 就让我送你们下地狱吧 爹 estamos 敌人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持有 让我们俩碰碰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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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天神基地 也不是无坚不摧吗 嗯 嗯 嗯 嘿 哼 天神金刚 地手金刚 就凭你们 居然也能打败朱燕和征 池游 你别被咒冥帝蒙蔽了 别和我说这些没用的 怕死就别出来 这家伙真是牛皮灯笼点不着 大家不要自乱阵脚 圣僧 这机械兽比你形容的还要厉害啊 这机械兽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有吃油的元神 令外星科技机械 发挥强大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 只要扰乱赤油的元神 我们还是有机会成功的 孩子们 当年皇帝命人连累酒下 魁牛皮骨 吓得赤油魂飞魄散 不能行走 赤油因此战败 哼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赤油 好好接招吧 我才不信 这个赤油有通天的本事 谁叫你们这招了 可恶 我才不信 你为什么不咬 恭喜冥帝 看来天神金刚和地兽金刚 完全不是吃油的对手啊 地狱已经在向天神金刚和地兽金刚招手了 只要天神地兽金刚在地球消失了 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 月球金帝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冥帝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你以为我没有提防到这一点吗 只有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两大金刚都处于下风 这可怎么办呢 吃油机卸手太厉害了 圣三你有什么办法 对呀圣三 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吃油有了咒鸣地的黑暗能量 威力已经不能同日而语 那我和猛马向金刚出去帮忙吧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 叶辉这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吃油力量这么强大 你出去也不见得能帮上忙 但是我也不能看我的伙伴受伤啊 圣三你就劝劝叶辉吧 这孩子太倔了 去吧 和你的伙伴一起去战斗吧 真的 圣三你同意我去 但是你去也无法打败吃油 就算不能打败吃油 我也要和伙伴们在一起 叶辉有的时候 敌我之间的界限 不是那么容易能分清楚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时候到了 你自然会懂 大家小心哦 这个老家伙 威力不小啊 看来人真的是奇了 看来人真的是奇了 无论如何 不能让昼明帝和赤油毁了地球 现在的老女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 神兽金刚小百科 古是古老的打击乐器 相传皇帝征服吃油之战中 皇帝沙魁以其皮为骨 声闻五百 太平预览卷582引帝王世纪 魁是神话传说中的单族神怪动物 说起来实在有点可爱 可见上古时代 人与自然之和谐 吃油见到圣僧是皇族后代怒火冲天 一心要消灭天神地兽金刚 圣僧不忍吃油残杀地球守护力量 就说出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吃油知道真相后 能手下留情吗 昼明帝会这么容易 就放弃吃油这张皇牌吗 请看下集自相残杀 我让你 stakehold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